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到了Toolsbit的交易页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它的交易页面 如果您点击来看是一个全英文的模式 而您又不太了解的话 可以点击右上方 然后有国企的标志以及英文的标志 我们点击就可以切换到它的中文模式了 那现在呢我们在的是一个Conspeed的英文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它的交易额 以及比特币的这个交易额 以及它的整个页面 它的交易额是以美元为计算的 是24亿5146万9854亿美元 以及它的比特币的这个金额 以及它的比特币的这个金额 在左上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它的官方网站 我们点击这里可以快速的进入到它的官方网站 去了解更多的信息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活跃的市场 包括这些货币的信息 比特币的信息 比特币的信息 以太坊的信息 以及它们的配对 还有交易额 还有交易量 价格 流通量 分类 和费用种类 费用种类还有更新时间 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是它的一个交易量 这是它的一个交易量 以太坊和美元的对比 以太坊和美元的对比 以及以太坊和比特币的对比 大家往下拉手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的 所以Consbit 为纪念其两年 周年的而进行了非常大的空谱 专用于此的比特币分叉将于5月20号进行 早些时候我们写到 在不久的将来 Consbit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团队 将推出一个独立的游戏 CNG令CNG代币 该代币将用于赌博项目 今天有关于代币分配开始的官方信息 从2020年的2月20号起 推荐计划将开始生效 参加该计划可获得300美元的注册费 此外 此外 如先前报道的那样 它将具有5个级别 这将使活跃的参与者 可以赚取更多的CNG代币 并在以下条件通过交易期 推荐交易而获得佣金 第一集是300美元的CNG和25%的交易佣金 第二集是100美元的CNG和15%的交易佣金 第三集是CNG75美元和交易佣金的10% 第四集是压缩天然气50美元交易佣金5% 第五集是压缩天然气25美元交易佣金的3% 在2020年的9月将会启动一个可以使用代币的在线农场 我们在这边提醒您CNG的排放量有限 而且分配之后将仅适用于通过推荐计划获得该代币的用户 另外 从2020年5月20日起 该网站上将提供Investbox比特币 总奖务为20比特币 每日利润为存款金额的0.2% 此外 开发人员再次提醒 很快将在CNG的交易平台上启动一个市场 其中包括来自亚马逊 Ebay 阿里快递 阿里巴巴 淘宝和Shopify的商品 商品将可用于稳定币和CNB用牌 对于在商店中进行购买 只需在CNB上注册 并在您的账户上拥有合适的稳定币即可 接下来 用户只需选择CNB商店中提供的任何产品 并使用数字货币付款 它可以使任何东西设备 汽车产品服务 活动门票等等 在5月份 比特币的一个分支 BTCU将出现在Conspeed加密货币交易所中 一家拥有多年开发区块链产品经验的公司 提出了实施BTCU分叉的计划 该项目将由区块链领域十大意见领袖之一 Nikolai Yuyensky 领导 BTCU区块链将基于结合POA的LPOS挖掘协议 并提供20个主节点用于交易验证 同时 为了避免网络的集中化 团队将确定10个 验证器 这些验证器将是权威的区块链组织 和领先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将支持Folk 以其分发 他们还将担任该技术的顾问 这将规范其分布和发展 社区将选择另外10个验证器 使用POA算法来确认交易将提高区块链的吞吐量 并能以200TPS的速度扩置到1万TPS 为了使BTCU区块链的用户 可以在交易中保持匿名 开发团队增加了在网络内进行私人转移的能力 BTCU分叉将在5月20号进行 以纪念CoinSpeed交易所的生日 并将很快出现在其他TOP加密货币交易所中 根据BitcoinTalk县程上的开发人员的说法 新的去中心化加密货币的想法是 创造最佳比特币 并使Santoshi的梦想成真 会员将能够以非常低的佣金来开采 存储和快速将其BTCU 发送给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人 值得注意的是 该项目的首席执行官是尼古拉、乌迪杨斯基 根据CoinSpeed的联合创始人 兼其、兼钱、共同所有人 HackenLong的所说 他是最成功的区块链企业家 该公司进入了亚洲十大区块链公司 对于CoinSpeed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他们接受Visa信用卡 以及MasterCard信用卡进行存提款 您可以在上面创建您自己的业务 您也可以将您在PLC层中的 这是它的数字货币交易 在IEO之后 CNB将可在CoinSpeed交易所上进行交易 其直接影响平台发展的机会 上市、除名的投票、PRO的状态 以及无限制访问交易所的聊天群 我们看到有这三个板块 此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面有特价销售 在使用CoinSpeed产品时 可获得独特的条件 在InvestorBox 提高了针对特价销售的利息 在首加密货币担保的P2P借贷平台上 提供特别的利息条件 大家可以看一下左边的信息 一,结合着右边的图表信息 包括它比特币的价格的对比 以及换算 数字货币发行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总金额 通过 还有代币的成本 通过这个图 代币的分配 针对注册用户的空头 可以看到5后面跟着8个0 应该是8个0 第二个是以CNB作为奖金的推荐系统 关于CNB币的回收 代币的回收 本交易所将推出InvestorBox 是CNB代币持有人获利 交易所服务的付款 交易者拥有机会以CNB CNB币支付佣金 同时可享受非常好的折扣 以这种方式支付的数字货币将不再流通 交易所其他服务的付款 我们将持续为在本